欢迎来到恭喜发财,一个离不开投资理财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,你诚心诚意的播放了 就请你大发慈悲的订阅吧 今天要来介绍台湾人每天都会看到的企业 统一,股票大号为1216 2022年2月24日,股价收盘为66.8元 股价金支笔PBR3.37 本益笔PR18.98 统一企业股费引线公司成立于1967年8月25日 总部位于台南永康 为台湾最大知名食品厂 出席主要业务为经营民生必需相关食品 随着业务建开拓,产品线项目增加 转投资子公司横跨各行业 不仅是食品大厂,也是庞大的控股公司 集团旗下组织业务包括食品饮料 流通与零售,其他业务等 主要关系企业说明如下 食品饮料方面,统一中国控股 统一东南亚控股,大统一,唯利食品,光泉牧场 流通与零售,统一超商 优旅生活事业 家福,统一苏达 菲律宾7-11 包装容器,统一实业 休闲开发,统政开发,统一开发 其他义务,统一国际开发 台湾神龙,统一证券 2021年前三季集团合并营收比重 食品及食粮占4% 便利商店及流通占48% 包装容器占6% 其他占12% 公司营收比重 乳品31.56% 饮料27.69% 防冰面11.8% 虚母鱼水产饲料4.57% 烘焙食品10.21% 调味品1.88% 面粉2.35% 肉品1.25% 冰品0.67% 油脂0.1% 公司在台湾的工厂包含 瑞芳厂、中立厂、洋梅厂、台中厂 新银厂、麻豆厂、新市厂、永钢厂 而海外市场则在大陆、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等地 皆有投资设厂 境况方面 1.2017年7月 公司宣布将统一与统一超分别持有20%与30% 上海统一星巴克股权 出售给美国星巴克 总交易金额为401.08亿元 除非利益总计334.51亿元 同时统一也将向美国星巴克 以21.69亿台币 收购台湾星巴克20%股权 统一超以32.54亿台币 收购台湾星巴克38%股权 交易完成后 台湾星巴克将由统一集团独资经营 2.2018年12月 公司宣布将赤字2.29亿美元 收购南海饮料和甜食公司 雄精食品器4.8%股权 3.2020年11月 公司据益以每股价格不超过170元 即总价上限20.15亿元 认购葡萄王发行之私募普通股 11851张 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葡萄王8%股权 接下来看看股利政策 连续38年配发股利 公司于21年配发股利为2.7块 以目前股价值域计算为4% 公司除21年与19年尚未填席外 其余资料显示29年都顺利填席 而公司因17年宣布出售上海星巴克 所以任列业外收入造成获利爆发 除了宣布高股利外 也让公司股价拉到最高的83.8块 而在19年虽然股价最高也是83.8块 但没有业外获利能够贡献EPS 所以当年度的获利直接大衰退至3.07 也间接造成配息减少 毕竟一次性认裂不会年年有 所以当年度的股价高档除息后 到现在迟迟不能填息 也就是因为配息衰退 所以投资人要小心一次性认裂 以及当公司获利衰退时 不能再配发高股利后 就要小心赚了股息却赔了价差 不过以此党来看 公司大约都能配到2.5块左右 如果以5%计算的话 股价50块以下都是不错的存股点 但因统一有强大护城河 市场享有比较高的股价 所以建议以4%为准则来当存股 当股价62.5以下至50区间 是存股族可以考虑存的范围 加上公司长期填息 自然就是可以安心存股的好公司 互利状况2021年Q3累计互利为2.9块 ROE17.6% 长期ROE表现非常亮眼 已经连续13年超过10%以上 公司目前已连续5年获利超过3块 营收也都稳定站稳4000亿大关 获利非常稳定 而这档内需市场的股票 通常都享有比较高的本益比 建议投资用15至20倍去估算会较为合理 所以我们以公司每年都能赚3.3块获利来看 15至20倍的估价则为49.5到66区间 在取中间 中间